除了富士康坠楼事件之外 红海集团最近还有另外一个引人注意的消息 就是他引用禁业禁止条款 向跳槽到同行的一名前高阶主管求偿 但是法院一审是判红海败诉 理由是这个条款对员工太严苛 员工离职之后几乎是什么都不能做 而劳委会也已经注意到这一则新闻 并且打算要修法 对所谓的禁业禁止条款定出规范 来保障劳工的权益 许多庆业为了保护公司机密 都会要求员工签订禁业禁止条约 在科技业尤其盛行 不过红海集团一名灵性资深经理 因为跳槽到竞争对手公司担任副总裁 被红海以违反禁业禁止条款告上法院 还要求还回股票红利还要付违约金 不过一审红海败诉 因为法官认为这个条款太过严苛有失公平 劳工团体表示不止在高科技业 禁业禁止条款已经被滥用到 严重影响劳工权益 劳委会也看见这个现象 打算在老基法中增定禁业禁止相关条文 除非雇主有受到法律保障的利益 或是劳工担任的职务或职位 有接触或使用营业秘密 否则不能签订禁业禁止约定 约定内容必须属于合理范围 也要提供合理补偿 离职后禁业禁止期限最长不超过两年 给法官做一个审判的依据以外 地方行政主管机关 在处理劳资争议的调节的时候 也可以根据这个相关的规范 先进行他劳资争议的调节 虽然劳工团体肯定劳委会的修法 不过也强调企业的商业机密 已经有相关的商业法令保护 劳工的工作选择权 应该优于公司机密 记者许正俊台北报道